好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TPS-31 N1这款机器是带水放的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小的水箱水塔 高度在1米8 那现在这里没有水了 先把水灌满 这里是放水进去 先放水 好 这里先放水 那水下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压力表 把水放到 这个压力的话 几乎接近零的位置 那这 再接下来呢 就接到进水口 接到进水口 这里的水盘开完 好 然后再进入热水器 那热水器呢 出来 出来以后 解放手 好 解放手 那这个我们热水器呢 从上面下来 这个是一LCD测试键 测试灯 测试灯 如果说 呃 试验的时候 它都会亮起 第二个是加热指示灯 第三个是电源指示灯 这是温度显示器 这个是功力调节大小旋钮 这个是水棒大小的调节旋钮 这个是一LCD测试键 这个是附位键 这个是水棒键 好 现在我们可以先来测试一下一LCD测试键 好 这个时候有一下一故障代码 一LCD等费量 好 再附位 好 附位以后就清除故障 温度显示 电源加热灯量 还有电源灯量 这个是 电源指示灯的一面 好 这个时候我们开水 好 这个时候水间是往下游 好 下游 但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启动水棒 没有启动水棒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水会接近于营造 这个时候呢 加热灯也不一样 整个机器是不解冻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热水器的水棒启动 然后我们再来看 先这个功率先 我打到开灯位置 好 这个时候 我调选点 把水棒启动一下 好 这个时候开始动作 好 这个水度已经开始大了 加热灯已经太多量 我把功率先给加大 这个时候温度 温度就可以上升了 温度已经上升了 上升到31 可以再大一些 顺省症旋转 这个水棒 功率会跟大压力会跟大 可以听得到声音 有那个水 好 这个水 好 这个是裂大 好 我们可以再来做四盐 水棒关闭 不能加热 不能加热 水流变小 再来是 启动 水流增大 加热灵量 温度上升 那待会上升到55度呢 它会自己断开 可以用温度保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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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现在到55度 到了55度 可以用12度的内脑 马上会切 切加加热 好 53 54 再加热灵 好 等下 让它温度 好 温度架高到55度 可以飞回家了 好 多十几次按键 关闭 打开手段 好了 测试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极客 点击 不放开 我ere值 谢谢观看